因為我覺得你應該會覺得蠻酸的 來喔 來來來 我也覺得 會這樣覺得 好 那我就來看喔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微 那小微今天來到哪裡呢 就是我們的PB Design 這家店呢非常的厲害喔 從小微以前在650R 騎650R的時候 就有注意到這家彩貼店喔 因為有一些650R的車友呢 都有來請我們PB Design 做一個彩貼的設計喔 那為什麼當初會想要貼彩貼呢 說穿了就只是想要特別一點 大家都想要自己的車是特別的那一個嘛 那馬上就能認出來這樣 所以會想要去做一個彩貼 那這一次呢 小微的R1就要來做彩貼喔 那到底會來做什麼樣的彩貼呢 那就請大家拭目以待 小蘭呢會放在我們這邊 大概一個禮拜的時間 那就會 騎著她去參加我們青檔車大會司 到時候再秀給大家看 那也希望在青檔車大會司之前呢 那這支這邊也可以剪出來 給大家欣賞一下 好 那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囉 嘿 各位觀眾 今天是12月10號喔 那明天呢 我跟搖大亞當小J等的呢 我們就要先下去台中 為了後天的青檔車大會司 那在那之前呢 小微的小蘭喔 已經在我們PB在這邊 然後再做一個彩貼的動作 然後真的在這邊 非常感謝我們PB的老闆 到現在這樣子還是在 趕工的一個狀況喔 然後就是小微還蠻緊張的 對啊 不知道今天貼出來的效果 到底會成怎麼樣 不過就是跟搖大亞偷妙一下 然後他的反應就是很浮誇 感覺就很屌 對啊 然後今天這一次是跟搖大的899 然後我們兩台車一起來貼 然後明天就會先下去台中這樣子 還蠻期待的 等一下就讓我們來看一下吧 小微就在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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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各位 其實你剛才講話 大家應該沒聽到 因為麥在我這裡 好啦 反正今天在過來之前 然後大家就一直推我說 你也拍一下 你那個看到第一眼的反應什麼的 對啊 好啦 那我想說 好啦 那我也來看一下 到底貼成什麼樣 就讓我們 我比各位觀眾還期待一下 真的假的 因為我覺得你應該會 來喔 來來來來 我也覺得 會這樣覺得 好 那我再來看喔 喔 爹 嘿嘿嘿 嗚呼 嗚呼 有屌 喔有屌 有屌有屌有屌 哇靠 哇靠 What 真的要屌 屌 屌炸天 哎呦 毒蛇好屌喔 哇靠 車頭也太帥了吧 哇靠 好屌喔 PB站啦 嘿嘿嘿 嘿嘿各位沒有錯 這就是我們的小蘭 她已經完全變身了 我真的 我以幾天沒有看到她 我已經有點 也忘記她長怎麼樣了 忘記她長怎麼樣了 結果她現在已經完全變到 好像換一台車一樣的感覺 剛剛我們就在開玩笑說 如果下次大家 覺得車騎膩了 那不要換車 省錢一點 換個彩貼感覺 就真的像換一台車了 哇 屌到爆炸 哇 嗚 真的是 搭變身 就是 我真的覺得彩貼真的是一個很神奇的東西 真的是 哇靠 畫那個神奇 為現實這樣 真的是 哇 細節滿滿 細節滿滿 真的是很屌 哇 我覺得 老實說很感動 因為其實 想要貼彩貼這個想法 在 年初的時候就有了 然後 可是就是中間也是陸陸續續跟我們 因為畢竟我們PV 這邊 老闆他其實是很忙的 有時候 設計這種東西是需要一點靈感 那 小偉這邊也是絕對是不想要給老闆那邊有什麼 壓力啊 或者說希望那個時間是怎麼樣 可是最後 到年底呢 為了輕檔車大會是真的是拼一步 我真的覺得說 蠻開心的 那這一次小偉貼的這個彩貼的方式呢 就叫做輸出 輸出型的那個彩貼 之前本來想要拼貼 後來跟老闆那邊了解到就是說 呃 彩貼大概就是分兩大類 一個是拼貼的 一個是輸出 這次姚大 跟我一起來貼嘛 那他的899呢 就是以一個拼貼的方式 會比較偏向線條 那我小偉這次輸出呢 可以看得到 哇 可以搞一個非常複雜 然後 嗯 花樣很多 做一些很特別的東西 輸出可以搞定這件事 可是拼貼就比較偏線條 到時候大家也可以去 看一下姚大那隻 彩貼的片 看一下我們的兩者的差別 這樣子 那這一次真的非常感謝PB 最後也是給老闆一個理念 跟一個主題 那老闆也會 比較好去做出來 最後也是 老闆就說 哎呦 他有想法 就最後就幫我這樣做出來了 實際上做出來的 虎跟實際 這樣子貼出來的樣子 也是 非常驚豔 真是很棒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去看一下PB 我會在下面放連結 然後 他的IG也有貼一些很屌的車 之前就是因為 偶然街滑到IG 覺得 真的很屌 就覺得說自己的 R1一定要來這邊貼 那剛好姚大也認識 就真的是 太開心了 好 那也希望大家會喜歡 小偉這次的一個彩貼 分享的一個影片 那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 都非常歡迎 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如果大家有 呃 對彩貼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PB 聯絡我們老闆喔 謝謝大家 記得按讚 訂閱 加上分享 也記得順便去我們蝦皮逛銷 掰掰 收藏 Tantas estrellas brillan Mi marcha me suela mientras florea Nada me rompe No, no, nada me rompe